当时的西装是为有钱人量身定做的 有钱有身份的人才会穿西装 那个时候的新加坡人 没有穿西装的习惯 他们都很穷 西装是奢侈品 他们没有钱定做 我跟那些穿西装的人格格不入 随着每一次裁剪 每一帧每一线 一件西装外套也随之成型 在精致的过程中 耐心和毅力一样都不能少 这些都是马克思默汉 和同样在五十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 所拥有的特质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在局势不稳定的新加坡 尽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 就像那些在西装上的针线 他们成了国家的总舵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早上九点来上班 然后我开始看订单簿 看有什么事要做的 什么没做完 哪些衣服要做 要见哪些顾客和安排所有的事 莫汉纳瓦尼 也就是顾客口中的马克思 打从远东广场在1982年开业以来 就没有离开过 当时的26间裁缝店 现在只剩下11间 马克思在这里经营生意 已经30多年 68岁的他身体还十分硬朗 我自己采购布料 这里什么都是我做的 所有的采购销售都是我 把全部处理好 确保都没有问题 当初开店做生意时 所有的业务都由他一手包办 生意扩充后 马克思目前有六名员工帮忙 不过有些事情却依旧没变 马克思每天仍会在店里 专注地为顾客服务 只剩下了 我记得他们的样子和名字 他们远远走来 我就认出来了 这让他们很高兴 所以我每天都要来店里 因为如果顾客有不满 我可以处理 马克思很早就养成了经商的诀窍 开店做生意 也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来自信德族 信德族天生就是商人 信德族是新加坡的一个少数印度群体 社群间关系密切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我们要一起庆祝生日 山布 凯文和我马克思 干杯 干杯 六十年代的人都是一起成长的 从童年到上学青少年 我们还一起玩过弹珠呢 在电脑和智能手机普及化之前 这些就是马克思童年时玩的游戏 在甘榜里长大 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 只要利用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可以自得其乐 当孩子们通过玩游戏 尽力有益时 大人们正为三餐而忙碌 而对信德族来说 有一个地方在他们心中 占据特殊的位置 在时髦的孩子们 让乌节路成为时尚之地前 就有了协街 它是新加坡在五六十年代的主要购物地带 协街是新加坡的信德族扎根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开设珠宝店 纺织店和服装店 以前有很多顾客 会专程从其他国家 来到新加坡这里购物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许多商人都会从世界各地 把商品还有布料 带到这里来出售 刚在周末跟朋友一起缅怀过去 马克思开始怀旧起来 今天他特地放自己一天假 要去看看他的创业理想成型的地方 坐落在新加坡东部的海边 没有高楼大厦遮挡 张仪村有一种像度假村的氛围 这是马克思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地方 不过他却无法在这里找到一丝童年的回忆 这个地方变了 对马克思来说 改变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当时没有小贩中心 有很多的小店在戏院附近 有一家戏院 很老的戏院 戏院外有几个小贩摊 只有几摊 可能四五摊 现在这里规模很大了 非常大 我想可能有超过一百个摊位 选择很多 在英国统治时期 张仪村被称为英国皇家空军张仪 就是皇家空军在张仪的基地 在那里的小店都为他们服务 刚从英国来的士兵都住上两个藩年 在英军到来之前 张仪是一个沼泽地 随着英国皇家空军 在这里建立基地 在这一代的英国人 也开始把张仪当成自己的家 这里渐渐出现各种商店和服务业 马克思的家族生意也在其中 OK 这里以前是我父亲的店 我住楼上 这一排五间店当中 有三间是我们的 还有楼上的单位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商店和房子都是木座的 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在这里 他们经常会来这里买生活用品 电器 相机 收音机 手表 还有上裁缝店 年轻 心思细腻的马克思 利用刻意时间在裁缝店和电子商店里帮忙时 从英国士兵身上 学到了一些有用的技能 我们从英国人身上学到很多 像他们的收获方式 我们的英语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英语王式的英语 比方说 我学会了他们的用语 马克思15岁时 除了学会英国人的用语 也开始学做生意 生活中的学习火速上演 正统学习只好退居第二 在我那个年代 教育并不那么重要 我的意思是 只要会最基本的绘画和算术 就可以了 家中较大的孩子 牺牲自己 让弟妹即使上学是很平常的 人们很穷 基本教育就够了 对马克思来说 教育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 毕竟他终究会继承家族生意 于是16岁的马克思 毅然离开学校 开始打理起家族生意来 我宁愿有销售经验 也不要受教育 因为我知道销售知识 可以让我赚钱 给我财富 而不是读了书 等着去做些别的 我的目标是 接管父亲的生意 然后不断扩充生意 年少的马克思 在扶两年兵役时 都坚持着这个梦想 直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英国军队撤离 是新加坡独立后 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危机 那个时候 新加坡总共有 56个英国军事基地 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数以万计的工作 岌岌可危 这包括基地里的工人 在英国家庭工作的女佣 当然 还有那些主要做 英国人生意的商店 也受到影响 George Chang Proprietor of a camera shop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Shortly after the pull-out 这场危机对马克思和家人的冲击相当大 没有了英国士兵 英国皇家空军张仪死寂一片 1971年 最后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也撤离了新加坡 在那个年代 新加坡加快步伐 努力去填补英国人撤离所留下来的空白 英国皇家空军张仪改名张仪村 木制的电屋被两层楼高的混凝土建筑所取代 新商店如黄基盛的高明服装 也在1979年开业 但是到了现在 其他商店也已经不复存在 就只剩下高明服装还继续营业 当我往这台餐馆走下来时 我突然看见高明服装 这让我很惊讶 这是张仪村这里唯一的裁缝店 对吗 真的很棒 能在张仪村找到同行 感觉非常好 马克思和黄基盛不用太久的时间 就熟络起来 同一个行业 对张也有着同样的记忆 年龄也相仿 今年六十来岁的两人 价值观也相差不远 即便经历数十年的风雨 他们仍坚持守住这门手艺 那时候环具很差 不要穷 所以我们有东西做 我们写了过后 我们就发挥 就做没有想其他东西 我们一定要做 就是做 我们要赚饭吃 过日子 我们这一代环境的人 做事情是一做就做到底 没有想动没有想去 我们不想 要换什么方向 没有的 我们一做就做到 时间有多长就多长 做到我们不能做就退休为止 我们没有想其他东西 今天的张仪村 和马克思记忆中的 英国皇家空军张仪不同 除了这个码头 和斯里拉玛印度庙 庙还是一样的 小小间是我们变大了 多亏了像这座庙这样的古老建筑 马克思才能重温他童年的记忆 油漆脱落了 裂缝也出现了 但是年少的马克思在海滩上嬉戏 怀着接管父亲生意的梦想的那些画面 却仍然清晰 这个地方变了 没有变的是我的心 还有我的记忆 他们还在 这是不能改变的 地方可以变 但你的记忆不会变 身为墨汉裁缝店的老板 马克思每天都能和顾客互动 这是他打从年轻时就喜欢做的事 马克思知道自己对做生意有热忱 所以当他父亲在1972年放弃家族生意时 马克思几乎立刻就展开新的计划 我没受过教育不能当医生工程师 我找可以卖东西的地方 我很喜欢说话 喜欢卖东西 所以我就去墨汉百货公司面试 背路之后开始在那里卖东西 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是个购物天堂 因为没有进口税和销售税 所以货品的价格都能保持低廉 廉价购物加上政府强力主打旅游业 让到访新加坡的游客 从1965年的十万人次 增加到1970年代末的130万人次 我们有52个不同的部门卖手表 收音机相机非常多样东西 我们的顾客也包括不同的种族 在三四个月内 我就掌握了多种语言 因为我喜欢去认识人 也喜欢跟顾客交谈 所以今天用华语数一到十 12345678910 用马来语 我会问你来自哪里 哦 来自法国 不说不说 如果顾客是华人 我会用华语或福建话 哦 你也在说啊 也在 我是新加坡人 他们就会很舒服地坐在那里 听我说话 墨汉百货公司之所以不同 全来员工们舍我的服务精神 即使到了今天 那杰出的服务态度 仍叫约翰·博斯科难忘 约翰·博斯科 是新加坡一家 深具代表性的 百货公司的 礼宾服务经理 也因为这样 他特别欣赏 马克思和墨汉百货的同事 所做出的努力 他们都是很勤劳的人 六十年代初的新加坡 非常贫穷 我们刚刚取得独立 我们没有很多人 完成了欧水中考试 却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创业就成了 最合理的选择 把生意做起来 做买卖 也就是货品交易 所以像马克思这样的人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马克思在 墨汉百货公司工作的那十二年里 事业稳定 也当了爸爸 不过好景却不长 新加坡经历了第一次的经济衰退 超过十万份工作不保 建筑业首当其冲 受到的打击最大 其他行业也无可幸免 墨汉百货公司 墨汉百货公司 结束了营业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 或是能生存吗 还有我在其他地方工作 会像在墨汉百货一样开心吗 失去了稳定的收入 马克思虽然难过 但他也在这个时候 想起了当初创业的梦想 当时二十岁刚服完兵役 他身上没几分钱 现在养家的重担却摆在眼前 赌注变大了 成功的欲望也跟着变大 马克思决定放手一搏 我开始找店面 我有点钱可以做生意 如果我去为别人打工 我不会像在墨汉百货公司那样自在的 所以我把店名取为墨汉 让我觉得我还在那里 创业肯定让我感到害怕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但是如果不冒险 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得失 马克思的裁缝店 开业几个月后就回本 他更吸引了一群忠实的顾客 不过马克思的成功 不是不无牺牲的 我们小时候很少看到爸爸 他总是在工作 让我们很难过 爸爸很勤劳 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几乎不休息 只为了给家人舒服的生活 这绝对是牺牲 有些人不想长时间工作 他们想花时间陪家人 我想多工作 没有怎么陪他们 因为我知道 以后有的是机会 三十年的努力 走到现在回报明显可见 但马克思还不打算放慢脚步 店铺是他第二个家 如果他不在店里 像今天这样 他肯定就是到裁缝师傅那里去看看 关心一下新订单的进度 和任何生意一样 成功不单取决于好的产品 工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也要稳固 彼此信赖 许光勇一开始就帮马克思做衣服 我从年轻的我觉得他人不错很好 他就跟我沟通 他问我做Teller 他讲是 他讲可以找我 可以支援你 这样给你做很多order 我们就很friend 这样 自己做 做起来 这样 作为合作伙伴 马克思和许光勇 一起度过了不少难关 1985年的经济不景气 2003年沙斯疫情 这些都是难熬的时期 订单少了 手上能周转的资金 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那个时期 我卖力工作 真的很难熬 但我知道 我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 当时的日子非常难过 吃不饱 钱不够 他跟我解释过 这个生意他一定会锁下去 因为他讲 这个生意一定会到回来的 Madeka 他代表着独立 团结一致 争取自由 随之而来的是 多年的不确定性 从零开始 去把新加坡建立起来 马克思和他那一代的国人 当时或许还太年轻 不记得新加坡 曾为自由而战的日子 然而 他们那一代 却必须背负起独立的代价 为着子孙后代 去维护这一份自由 你知道吗 新加坡有过风风雨雨 我们也一起走了过来 你可以失去所有的一切 但不能没有自信 失去了自信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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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